你們知道我手上的這一杯是什麼嗎 羊的蛋蛋 開動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所在的位置是東京的羽田機場 然後我今天主要想要去沖繩玩 而且大家知道嗎 其實日本的國內線的飛機非常的方便 今天我就要坐這個Sky Mark 這個黃色的這個飛機前往沖繩 然後我這一次所要去的地方是沖繩的宮古島 宮古島大家應該不問我什麼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好 那今天就跟著我一起去沖繩旅遊吧 走囉 Mensore 我們來到了那霸機場 對 我這次坐他們的這個國內線的Sky Mark 來到這邊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其實我這一次目的地並不是只有在沖繩本島這邊 我這次其實想要帶大家去看的是沖繩一個外島 它叫做宮古島 宮古島 對 然後那邊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海 雖然說沖繩本島這邊就已經夠漂亮了 但是我今天準備帶大家去一下 宮古島看看那邊的景色是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一樣在這邊會選擇做他們Sky Mark的國內線 然後我們等一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好好地介紹一下 這個國內線搬機是什麼樣子吧 對 然後沖繩因為有美軍基地的關係呢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像這種午餐肉漢堡 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來到沖繩的第一餐就決定獻給這個炸午餐肉 很軟耶 還滿香的 接下來要配這個只有在沖繩才買得到的 三品茶 其實三品茶就是茉莉花茶 對 好喝 好 我們來到了Sky Mark的櫃台了 這邊我們可以自助Check in 而且這邊也超可愛的 他們都完全弄了那種皮卡丘的黃色的 超可愛 發現到這邊有一位 就是地勤人員長得有點像浅浅 而且他好像會說中午 我們請他來幫我們操作一下 妳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就是如果我們一般人來這邊 想要Check in的話 要怎麼樣操作這個機器呢 就是您來的時候先踏起這個畫面 然後有三個Check in的方法 然後一個就是在便利店支付的客人的話 直接從這裡點進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像是我網路上預約好了 我有一個號碼 是用這個就好了嗎 一個號碼的話是用這裡 預約號碼或者是交費方法 然後進去的話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六位數的 還有一個數字四位數的預約號碼的輸入 那我們來輸入看看 然後就去認一下妳的名字 然後今天的那個航班 好 麻煩妳幫我按一下 好 謝謝 然後這裡是一個 關於飛機的危險點的確認 沒有的話就Check in 這個是妳有沒有拖運的行李的 我聽說妳們好像拖運行李是 可以無限拖運的 對 就是一位的話是20千克是免費的 個數的話就是 其實一位可以拖運到100個 但是100個 對 100個的客人 現在目前還沒有遇到過 還沒有遇到過 對… 所以是第二個之後會開始要收客嗎 還是第一個 對 如果就是抄了的話呢 就是每10千克會收1000日幣 好 我們來拖運個行李 對 然後這裡是那個客戶 OK OK 然後那個座位的話 妳事先已經預約了31的C的座位 如果你希望的話 這裡座位變更也可以變更 好 那我們最後發覺 喔 出來了 兩邊都出來了 下面這個是我們可以綁在行李上用的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機票囉 然後最後它很貼心的跟我們講說 我們的搭乘口是在24號 OK 謝謝 謝謝這位謝小姐 謝謝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來日本旅遊的話 請各個重做我們的Skymark 韓國 謝謝 謝謝 MEN SOL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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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客 一件行李突然下跌倒地獎 謝謝 謝謝 Bye Bye 好 我們現在寄完行李了 這邊的那個謝小姐真的 我覺得她還滿可愛的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這邊只有她一位會說中文的 不過如果大家對語言上面有點擔心的話 其實這邊也有提供那種翻譯肌膚 所以如果大家有碰到什麼困難 也不用太擔心 可以直接去詢問他們就OK了喔 各位 來到沖繩就是要吃牛排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這好像很不日文 其實這個就是來沖繩一定要體驗看看的 它的肉超軟的耶 超好吃的 它超軟的 而且在日本吃牛排是可以配飯的喔 然後這間餐廳很棒的地方呢 就是這邊還可以看到飛機的起降喔 哇 吃飽吃飽了 沖繩的牛排真心不錯耶 而且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為什麼沖繩要吃牛排 就像我們一開始影片有講的 就是因為這邊有美軍基地的關係 其實美國的文化也有引進到沖繩來這邊 在我們一般比如說像東京 我們晚上跟朋友去喝一杯的時候 他們會習慣說 我們最後要來吃一個把它自己填飽的 然後我們會選擇吃拉麵 但是沖繩的人這邊呢 他們可能跟朋友去喝了一杯之後呢 最後的シメ他們會選擇去牛排店 這次還滿稀奇的 就是我們一般台灣人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理解的一件事 而且這邊居然可以使用悠遊卡 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耶 像我覺得SkyMark它還不錯的一點就是 首先第一個它拖運行李 個數是沒有上限的 雖然說從第二件開始 會依照你的公斤數據著收一些費用 但是你可以拖運很多東西 我覺得這一點還滿不錯的 而且在沖繩這邊 那爸機場轉機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在最晚搭機前20分鐘入場 其實就來得及 這也是日本國內線 跟我們一般飛國際線比較不一樣 國際線可能都我們一般來講說提早2小時 其實飛國內線的話 大概半小時之前都還來得及 不過當然如果你是不想要這麼趕 或是不想要那麼心急 想要抓一點寬裕的時間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還是早一點進來啦 好 我們現在到達登記口了 即將前往我們的下一站宮古島 GO 哇 而且他們還有這個 Pokemon皮卡丘的彩繪飛機 我們就是這一個 我們這邊是在這個叫夏地島 夏地島跟宮古島之間只有連著一條公路 所以我們在這邊租車 我們就可以從那邊穿過去喔 好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坐下來了 這個Skymark他們的這個飛機呢 雖然說很便宜 但是其實他們的位置非常的寬敞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像我現在坐著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這邊 還有至少可以放三個拳頭的距離 非常的寬敞 各位… 在外面 現在他們在外面寫字 在畫畫 看一下 它在畫什麼 好 拜拜 拜拜… 天啊 胸胸 心臟爆紙 像Skymark它的航線在日本各地總共加起來有12個據點 像是從最北的北海道的雜謊到沖繩的那壩以及宮古島等等的航線都有 所以在飛機上就可以買到他們各地機場所特有的名產喔 讓你不用飛到日本各地就可以品嘗到各地的滋味 是不是非常棒呢 好 我們現在等下飛機之前呢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椅子就是像這樣 我覺得它的質感其實算是不錯的 坐起來滿舒服的 整體的感覺就是像這樣 它不是搭飛機 它是中型飛機左右吧 但我覺得整個這樣子坐起來呢 我覺得很舒適喔 我們來到了夏地島機場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次坐的飛機 就是後面這一台 很神奇 這個是我們正在走的路 然後飛機就在我們的後面 我們這樣走過來了 超好玩的 夏地島機場其實以前是這邊的軍用機場 只是現在就改成慢慢的民營化為主 然後偶爾像是他們在演旗的時候 還是會來使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這邊的機場 跟其他的機場很不一樣的地方 OK 來拿我的行李 各位 這邊完全不像是一個小外島的感覺 它這裡面整個弄得超級 超漂亮 然後裡面很舒適的一個感覺 然後如果我們要回去要搭機的話呢 也是在這一棟建築物裡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邊後面 我們剛剛過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是在那邊去領票的嘛 所以我們如果要回去的話呢 也是在這邊操作喔 說到沖繩就不能不提到他們啦 各種風濕野 然後這個是我推薦的這個沖縄的特產 Chinsuko雪岩餅乾 這個超好吃 一定要買 這個是這邊宮古島的牛做成的罐頭 還有也在這附近的伊良布島的鑑魚罐頭 另外在這邊種植的一些花草茶呀 或者這個地方其實也是有產蜂蜜的 這邊有各種不同種類的T恤 他們跟這個Skymark也有聯合出這個T恤喔 他們這邊的芒果好小顆喔 我一開始還以為是沼子 結果它居然是芒果耶 然後我們從這邊走過來呢 第一個這個路口呢 就是這個Skymark的他們的櫃台喔 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坐Skymark來這個夏地島 一起來玩片宮古島吧 然後就在我們剛剛下筷景的從那邊出來呢 就在剛剛的這個豐樹狗的這一棟旁邊呢 那這邊馬上就是一個可以租車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這邊也有預約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在這邊牽我們的車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 來一趟我們的宮古島之旅 然後這邊有三家不同的租車公司 這邊還有一個很可愛叫鳳梨租車 所以除了剛剛那三家之外呢 還有另外這個選擇喔 OK 這一台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小車車 OK 出發前進 好 各位 我們即將轉過去呢 就會到達連接夏地島跟宮古島的一座大橋 大家有看到嗎 在遠處那邊 都有那種高高低低的感覺 對 然後旁邊就是海 這個是宮古島的地圖 我們剛剛就是坐到這一個夏地島的機場 然後我們就開車這樣開… 開過來之後呢 我們通過剛剛這邊坐橋之後呢 然後我們的飯店呢 其實就在這一個宮古空港的附近 然後我們現在人來到這個地方呢 聽說這邊的夕陽超級美 感覺可以期待一下喔 好 然後沖繩本島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這個地方 然後離台灣超級近的有沒有 距離故鄉只有一步之遙啦 各位 趁現在那個太陽還沒有完全下來 但是這邊有一個海灘我們可以走過去看一下喔 太美了吧 這裡 享受沖繩的陽光沙灘跟藍藍的海 真的是超級舒服的 而且可以看到這邊很多那種小生物的感覺 真的覺得那種感覺很棒耶 小螃蟹 它出來了… 各位來到沖繩呢 就是一定要喝他們這一個 烏龍餅 然後他們有這種瓶裝跟這種生皮 乾杯 嗨 好喝 海葡萄 口感好特別 很好吃 雞麥米有點像是他們這邊的豆腐的感覺 而且它滿Q的耶 好吃 滷豬腳我們還滿常看到 但炸的我真的是沒看過 來吃吃看 很燙 好吃耶 它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接下來是這個 Gurukun no karaage 炸魚的感覺 哇 今天會不會太幸福 吃了很多他們這邊當地的料理 沾一下它這個醬油醋 很香 也很脆 好吃 我們人生中沒有吃過生的羊肉 好像有點厲害 它沒有羊燒味耶 皮很脆 說不算還是好吃 還是不好吃 但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說到沖繩不能不提到這個 就是Koya Chamburu 好苦瓜 而且沖繩的苦瓜是像山苦瓜 因為就是綠色的那一種 這個是沖繩超有代表性的 這道料理 來吃吃看 很香耶 好吃 公骨牛的壽司和牛 好好吃 它那個油脂分布得很均勻 跟著醋飯混在一起的感覺超好吃 上面有一層包包的蒜泥吧 超搭的 你們知道我手上的這一杯是什麼嗎 羊的蛋蛋 觀眾先吃 蛋蛋的滋味 我們來嘗嘗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嗎 我吃牛魚系列吃嗎 還不錯 來 吃吃看… 哇 吃飽了 對 然後不過大家還記得嗎 我在影片一開始的時候有跟大家講 沖繩人他們在去完居酒屋最後要來個 也是來最後填飽自己的 是什麼呢 沒錯 就是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昨天晚上吃得太爽 結果一回到飯店就整個飯店了 就睡著了 然後一覺到天亮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體驗這一次來的公物島 我很期待的一個行程 就是要去做拖曳傘 對 然後究竟可以看到什麼景色呢 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那個假人 我們剛剛看到的沖繩特產 Mamoru-kun 他們會放真的假人在路邊 真的假人 然後就是讓大家提到那種景色作用 大家不會說開得太快之類的 關於點下去的那個拖曳傘呢 昨天他們有打電話給我們確認 然後他說如果今天風太小 或是沒有風的話呢 其實是不能飛的 我們以為那種拖曳傘是沒有風 只要用拉的就可以 沒有 其實它還是需要一點風 就希望等一下能夠一切順利 但風可能也不能太大啦 對 然後能夠順利的飛起來囉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海港 哇 變的水真的很藍耶 OK 我現在穿好了 而且他們會幫我們穿 我覺得還滿貼心的啦 不過我現在可能有點與無倫吃 因為我現在有點緊張 まずこれからポイントの方に向かって移動します 嗨 我到先去了 只是第一個 感覺很不錯耶 而且上面好舒服喔 咪咪咪咪咪咪啊 好嘿 Bye… 超級好玩 對 我們這樣下來之後 整個上去看到的景色呢 真的在下面無法想像 雖然說我有用影像拍下來 但是我覺得現場看還是 果然是比較震撼一點 而且沖繩這邊呢 真的不愧是海很漂亮 然後天空又人來 我覺得今天真的是受到上帝的捲服 這麼好的天氣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呢 也可以坐Skymark來宮古島這邊玩一下喔 超值得 上面超多魚的耶 購入 而且這邊好夢幻 哇 我們現在來到西爾頓飯店 超美的耶 天哪 你看這後面真的超級漂亮的 而且它這邊聽說才剛蓋好一年多左右 所以是非常新的 所以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來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住在這邊 不過因為我們這一次 行程的關係呢 我這次沒有辦法住在這邊 真的好可惜 但是呢 沒有關係 雖然沒有辦法在這邊住呢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邊吃飯 我們等一下中午呢 就帶大家去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好吃的吧 他們的飯店八樓 有一個像是這樣子的路子超漂亮 超美的 天哪 看到這些美景呢 就默默的可以在自己的心裡面 定下一個目標 下一次呢 努力賺錢 然後我們下一次就來這邊住 然後來去這邊海邊爽 感覺好像真的很不錯 這就是我今天的午餐 沖繩獸吧 到哪裡都有沖繩獸啊 好 我們來參觀一下他們的房間 超漂亮的 而且有注意到嗎 那邊有超級海景 旁邊這邊是它的主臥室 不愧是西爾頓耶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出去看一下 出來這邊的話應該超級舒服的 所以大家公固島是不是真的 出乎大家的意料非常的棒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去一個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海跟飛機起降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17M 算是在機場旁邊的一個設施 我們去看一下吧 好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 17M的這一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不算是一個設施 它算是一個可以看飛機起降的地方 網子後面那邊就是飛機降落的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走到海的最前面那邊呢 就是去看到非常有破例的那個飛機下降的感覺 而且這個地方它就在 下地島的機場旁邊而已 就比如說大家回去之前呢 可以先來這邊稍微看一下飛機 也是很不錯的一個體驗喔 沖繩的海真的真的非常的美 超漂亮的 而且我們可以仔細看一下這個地上 這些都是珊瑚礁岩喔 因為公固島跟下地島這邊呢 它都是珊瑚礁岩形成的地形 所以說這裡其實說實在 因為沒有傘 所以它們是沒有淡水的 或者是它們比較打得很深 到要去抽那個地下水 但是因為地下水其實數量並不是完全無限的 所以說其實在這邊的水資源也算是還滿重要的 像這樣子比較缺淡水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們的開發不會開發得太誇張 因為比如說都蓋滿了那些 比如說飯店啊什麼之類 它們那個淡水就會面臨到不夠用的問題 所以這邊的開發其實不會說把它 全部島都把它開發得很滿 然後就保留很多這種大自然的景觀 我是覺得也算是還不錯的啦 OK 就是這個點 等一下飛機會從上面飛過來 然後這樣子穿過去 有沒有聽到聲音呢 好爛喔 正向喔 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 有沒有非常的有魄力呢 所以如果你們是很喜歡拍攝飛機的話 它大概一個小時左右應該好像會有一班左右吧 大家可以再稍微去查一下它的時間喔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真的覺得可以來這邊看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好的 我們現在又回到了夏地島機場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準備從這邊回去了 然後當然如果你是坐國內線的話呢 你可以去選擇說 你要回到原本的那坝呢 或者是你要去別的地方 這一次我想說機會難得 我要回東基嘛 然後因為Sky Mark他們有在全日本有12個點 所以我想說這是難得 所以我想要先坐他們的飛機到神戶 再從飛機轉機到雨天 然後去神戶吃個晚餐之類的感覺也不錯對不對啊 像我覺得Sky Mark他們這個乘坐的體驗來講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不錯 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來到日本 有國內線的需求的話呢 Sky Mark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大家都知道嘛 那種日系的公司 像我們這樣一整路走下來 相信大家多少也可以感受得到 他們的服務非常的好 而且他們的位置坐起來也很舒服 也很大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多加利用唷 好 然後因為這次是跟他們合作影片的關係呢 我也有跟他們要到一些很棒的一些小禮物 要送給正在看這支影片的你 只要參加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呢 就有機會可以得到我們為你準備的金星小禮物 然後詳細的內容我會放在YouTube影片下方的說明欄內 還有我的PO文下面都會做標註 如果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然後影片的最後再帶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我到神戶在回中間的一個簡單的小畫面 如果你們是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人 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還記得開啟小鈴鐺 兩個人上來新的影片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說到日本人就是想到我 阿倫記得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後 影片最後面有非常豐富的彩蛋喔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Bye Bye 跟著我一起來做Sky Mark吧 又要轉接啊 我是加魚生姝 的話是往妳的邏輯 我會帶回來 проц donate 抱他們 你 さ 我 好好 要